草丛间发现神秘男子 遇害多时原因不明 肉眼是没有看到明显的那块伤 也没有学技术什么东西 复带里还是有钱 里面现金都还存在 知身来外乡一点多 手机中的密切联系人 与案件有何关联 从他老家买了车票到金华 与一个号码联系非常密切 28号以后的这号码 也就没有任何的记录了 身份信息记录上的几行字 又会将案件牵向何方 很简单 就二十几个字 这个同住人员 既然有这样的一个记录 我们会觉得很不寻常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大家终好 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法治在线 前不久呢 浙江金华市公安局啊 接到了一起报警 根据现场的勘惨的警方初步分析 这很有可能是一起交通肇事 致人死亡的案件 可是随着调查的深入呢 这起案件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 可疑的通讯记录和不起眼的登记信息 不断的推翻着警方的猜测 这到底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呢 前不久 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秋冰派出所 接到群众报警 有人在金华市二环南路路边的草丛里发现了一具尸体 那个群众是这样讲的 说是昨天晚上我在这边跟公友看到好像有死人 今天下午我们来确认过了 确实有一个人躺在这里 请求处理 接到报警后 江南分局各个警种迅速赶往现场 而由于案发现场是在公路路边 交警大队的民警也接受指令一同前往 到达现场后 各警种迅速展开了各自的工作 在案发现场 一名男性被害人面部向下趴在草红里 由于时间已久 再加上气候的原因 被害人的面部特征已经无法辨别 无法那个正常的识别 这个面部特征 应该是死亡的可能是有点时间了 加上天气可能是刚下过雨 挺是带来一定的困难 挺是无法正常识别 只能知道是一个男性 年纪了三十岁以下 与此同时 警方在距离被害人不远处 发现了一个行李箱 那么这个行李箱是不是被害人的 里面会有能证明被害人身份的东西吗 箱子里面发现了死者的一些个人物品 其中有身份证之类的东西 初步断定的这个东西 有可能应该是就是说这个死者 所有的 这张身份证上的男子 名叫贾某 四川人 由于被害人面目无法辨认 民警在现场还不能完全将贾某 与躺在草丛里的这名男子结合起来 这个身份证和这个年纪比较小 年龄上面比较小 对这一箱子进行仔细的检查后 除了发现一些生活用品 和这一张疑似是被害人的身份证外 警方还发现了一个手机 就在警方在核查被害人身份的同时 法医也赶到了现场 他们迅速展开工作 对被害人进行初步的检查 在现场进行简单的检查后 法医只发现了被害人胸口位置有损伤 这一损伤虽然看起来很严重 但由于没有全面的尸检 法医还是不能确认被害人最终的死亡原因 就是翻过来以后 发现他这个胸颇有傲险 说明就是按了一下以后 发现他有多根肋骨骨折 在现场的勘查工作已经基本完成 各个警种就把搜集到的信息进行了汇总 警方一边核查确认被害人的身份 一边开始对这起案件的性质进行讨论研判 当时因为是他身上的自己裤袋里还是有钱 是有的 而且这箱子里也发现了他的钱包 点是说里面现金都还存在 被害人随身的财物都没有丢失 这让警方排除了抢劫杀人的可能性 而从被害人胸口部位的严重损伤来看 民警一下子联想到了交通事故 他的这个正好是在胸部 那么跟被车撞的这个这个位置比较像 当时呢 所以我们当时我们判断啊 也有可能是车祸 车祸以后呢有人抛尸造成 被害人一记在公墓边 身上的财物也都没有丢失 身上除了胸口处的骨折脉 没有其他明显外伤 这些线索一汇总 警方判断 这很可能是一起交通肇事逃逸的案件 从第一反应来说 很有可能是边上车子撞了之后 被交通事故这个驾驶员给他扔到边上 这是一种可能 第二种呢就是从丝表的外伤来看 因为这个当时天气已经比较热 从外表上看不出有一些致命伤 当然可能就是因为撞击之后 有内伤被抛在路边 而且他的行李也在边上 从交通肇事这一侦查方向出发 交警需要调取这条车流密集 而又偏僻的公路上的监控 重点查找 在被害人死亡时间段 出现在这附近的异常车辆 那么如果是交通事故的话 交通意外的话 那么我们首先呢 就是要查那个路上监控 还有一个最近有没有 失踪的人员 突然就是突然有去的人员 当时是法医介绍说这个死亡时间 虽然说没办法断定 但是说肯定是超过那个24小时以上的 所以说这个呢 对我们的就是说 看监控啊 或者是已经就是甄别 到底是何时出现在这里的这个死者 提供了那个有点难度 如果没有准确的死亡时间 就意味着需要巨大的工作量 去查找监控 正当交警准备去调取监控 进行查看时 却发现 案发中心现场的监控 在几天前停用了 刚好当时在那边因为修路 所以说在那个两旁路上挖的比较 那个电线啊 预买管啊 都暂时都都暂时可能挖掉了 当时路面监控 交警都有监控 我们当时现场看到的件事 很多都是已经停用了 暂时无法使用 连着没有办法 有效的准确的追到 就是当时的一个现场的情况 就在交警想尽一切办法 去侦查这起交通肇事案件的同时 江南公安的刑警 也在仔细梳理这起案件的线索 最初判断 这可能是起交通事故 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被害人胸口的伤 但同样是这一伤 也让警方看到了 其中存在的疑点 一般来说 就是像他受这么重的伤 如果是车祸造成 那么他身上会有撞击的痕迹 如果是人撞击了以后摔倒 那他身体会有擦痕 体表会有擦痕 然后他的衣服上面 可能会有磨破的痕迹 但是我们现场看了以后 发现他身上衣服完好的 然后那个也没有擦痕 虽然对案件性质一时没有定论 但既然是有人死亡 而且这里面疑点重重 江南警方觉得 应该启动疑似命案机制 来处理这起案件 我们经常说人命关天 人的生命是最大的事情 所以我们江南分局 只要辖区里发生 有人死亡的案件 行政大队 重案中队 必须到现场 如果确定是刑事案件的 那我们重案继续侦查下去 这个我们江南分局这些年来 对疑似命案的侦破 一直都非常重视 顺着这一思路展开调查 民警首要的任务 就是要确认这名被害人的身份 此时通过此前在行李箱中 找到的身份证上的户籍信息 民警联系上了贾某的家人 他母亲是确认 确实他跟他讲过 是说要到精华来 当时是跟他讲 来看看这里 可能有好的工作 想来看一下 通过家人对贾某体貌特征的描述 民警仔细对比该案的被害人 最终警方确认 这名被害人就是贾某 于是侦察员开始针对贾某的轨迹 进行调查 他在我私的轨迹 可能就是做只有一条 就是说是5月27号 从他老家买了车票到精华 这样一条轨迹 之后是没有任何的其他轨迹 民警调查得知 贾某此前从来没有到过精华 也没有和精华的什么人有交集 这次他的突然到来 让警方的调查没有一丝头绪 因为你本身在精华以前没来过 你现在突然过来了 所以说我们可以查的 或者是可以扩展的资源就很少了 因为他本身这边没有任何的 跟人有接触啊 或者是在哪里逗留过啊 等于是让我们的政策工作 等于是好比就是碰到一个瓶颈 那么要从什么地方找寻突破口呢 民警想起了被害人的手机 贾某为何会来精华 他在死亡前经历了什么 警方隐约觉得 能解开这些疑问的答案 可能就藏在那个手机里面 后来我们回来以后 把这个电充上去以后 非常好 就是他的手机没有是密码 直接就可以进去看 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手机里面的通讯录 发现就是这个手机里面 也有甲鱼的这个相关的信息 一个人独自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 一般情况下呢 是为了联系某个人或做某件事而特意来的 那么遇害人是否也是为了和某个人的会合 才来到这里的呢 被害人的手机已经打开 通过调查他到精华之后的联系人 也许能够成为案件调查的突破口 我们把这个手机的号码 发到我们当地的移动公司里 进行划单查询 然后划单查询的反馈结果 发给我们以后 我们进行这个手机号码的分析 通过近期受害人的分析发现 手机号码与一个号码联系非常密切 这个与被害人联系密切的号码 归属地显示的是金华 那么这个手机号码的使用者 很可能与贾某来金华有关 很快警方查明了这个号码的登记人苏某 通过调查林警还发现 这个此前频繁在使用的手机号码 突然就在这几天没有了音信 这个号码呢 等于是我们也进行了反查 等于是这号码呢 等于是也发现了 等于是后面也不用了 等于是说到5月28号以后 这号码也就没有任何的记录了 因为我们是5月31号发现这个情况 当时我们也觉得很有 就是感觉也很蹊跷了 可是除了这一点蹊跷以外 侦察员的调查并没有发现 苏某有其他疑点 那么这个苏某和被害人贾某的死亡 有没有关系呢 对于我们的案件来说呢 那我要了解你这个死者到金华来干什么 跟你通过话 肯定是跟你讲过一些东西 或者传递过一些信息 这信息可能对我们这个案子的侦办 或者是查清楚这个事实是很有帮助的 警方分析 不管苏某和贾某的死亡有无关系 至少在贾某死前 曾与苏某有过密切的联系 对于贾某 苏某掌握的信息应该会比警方更多 所以眼下的当务之急 就是要找到苏某了解情况 那么这时的苏某又在哪里呢 发现苏某在案发后已经离开金华 到达了我浙江省的朱济市 而在朱济市同住的房间里 就住宿记录里面进行查询 发现他与另外两名男子一起一同入住 我们进而对另外两名男子的身份进行查询 警方调查得知苏某和与他同住的这两名男子 都是长期居住在金华的外地人 对于外来人口的调查 一直都是公安工作中的难点 如何完善这些赞助人口的信息 就变得非常关键 一点通系统是我们民警 在日常工作中经常使用的 一个重要的信息系统 他除了查询应有的地址 房间人员的信息以外 我们还会通过民警日常在工作生活中 遇到一些非标准的信息都会录进来 就是在这里面登记的一些非标准信息 虽然在当初登记时看来并不起眼 但往往会在关键时刻发挥它独特的作用 和苏某一同住在朱济宾馆的一名男子 名叫王某 民警对王某的相关信息进行查询后 发现了这样一条有价值的信息 当时有一条记录是说姓王的这个人 那个曾于2015年的时候 在清华这边从事传销活动 有这样一条记录 很简单就二十几个字 看到这个以后呢 我们侦察员觉得 这个感觉好像有 这个同住人员既然有这样的记录 我们会觉得很不寻常 这样看来苏某一伙人 很可能是一个传销组织 而如果把被害人贾某的死亡和传销联系起来 警方觉得案件中的一些疑点也就可以厘清了 现在反响回去 他莫名其妙一个人 是从外地过来 无心无故到清华以后 这后面就是跟家里就失联了 再插一下这个手机啊什么样都不联系了 感觉跟那种传销的人是把你骗过来 这时候呢可能是对你限制一定能生自由 感觉是有点类似 但这也只是警方的一种猜测 为了验证这个猜测 民警立刻动身 赶赴诸记寻找苏某三人 那我们当天立即决定 首先要找到这些人来核实情况 才能进一步来明确这个案件的性质 因为法医同步也在尸检 等于我们是同步在行动 很快三个嫌疑人就被警方控制住了 这个时候呢距离案件的发生呢 只过去的十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虽然三个人的嫌疑很大 但是对于民警来说 他们有的只是对案件的推测 而对事实的了解呢是很少很少的 这给他们的审讯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法医正在紧张地进行着尸检的工作 这也就意味着被害人的死因 暂时还没有一个定论 再加之贾某是第一次来的金华 并没有留下太多的痕迹 在警方掌握的信息如此少的情况下进行审讯 难度可想而知 第一 经过一个晚上的审讯 苏某三名犯罪嫌疑人 拒不交代他们自己的犯罪事实 并且这个抵抗还很顽强 第二呢是 这个死者的死因不确定 第三 苏某三名犯罪嫌疑人 与死者到底有多大关系 我们也不清楚 因为所有的这个怀疑都只是一种猜测 但是警方坚信 如果被害人贾某的死亡 真的是与苏某等人有关 那么这几名嫌疑人罪行终究会暴露 果然在民警精心制定的审讯策略下 苏某渐渐露出了马脚 我反复跟他强调 这个人已经死了 然后这个苏某突然说了一句 人不是我杀的 跟我没有关系 我就马上跟苏某讲 我并没有说是 这个人是被别人杀害的 我只是说这个人已经死了 并没有说是你杀人了 你不用这么紧张 苏某的紧张和心虚 给审讯的民警找到漏洞 就这一句话 让警方更加确定了苏某 与被害人的死有关 而此时法医那边也传来了好消息 被害人的死因被最终确认了 那尸检的情况呢比较意外 为什么 因为我们开始的时候 判断他是外伤 后来发现他这个主要死因 是因为窒息死亡 有了确定的死亡原因 民警的审讯就变得有地放屎了 在猛烈的审讯攻势下 苏某知道自己再也无法隐瞒了 于是便交代了自己一伙人的全部犯罪事实 那个姓苏的那个嫌疑人也交代 当时是他们是把这个人骗到精华 同时通过对苏某等人的审讯 警方了解到该案还有多名犯罪嫌疑人在逃 于是江南警方立即组织警力 对剩余的犯罪嫌疑进行抓捕 头一天是抓了八个人 之后我们陆陆续续 因为通过扩展经营 以及帮这个案子里 垂有有牵连的这个传销组织里面 我们到截止到今年三月份 我们是一共已送起诉到二十名嫌疑人 平时经常把这个整个传销的这个一条线 我们是已经给它全部抓完了 这起案件终于破获了 那么到底苏某等人是怎么把贾某骗到金华的 而贾某在苏某的传销窝点又经历了什么 他胸口的那个严重的外伤又是怎么来的呢 苏某是金华这个传销窝点里的主任 职务比较高 据他交代 他们把人骗进这个传销窝点 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一早工作或是男朋友 那你没有这份工作 是通过成员的分工 其中是成员这也是说 他们让他们在网上的社交平台 就是去注册女性的身份 虚拟身份 通过这个身份跟其他男性 年龄相访男性进行聊天 通过说在这边给你介绍工作啊 或怎么样子 等于是想把这些男性的拼到精华来 这个组织中有一部分女性成员 每当有人被骗来后 他们的任务就是负责去车站 与这些人见面 以降低他们的防备 但是人家就说我要给你打个电话 就打个电话 我接着就说了几句话 人家对方就是想确定 是不是女的嘛 就是这样子 但是后来就接着 把新来的人接到他们的传销窝点后 便会有人极力邀请他们加入传销组织 如若不从 组织里的人就会对他们进行恐吓殴打 几名嫌疑人交代 被害人贾某就是这样一步步被他们从四川骗到了金华 在传销窝点内 一伙人极力邀请贾某加入 没想到却遭到了贾某强烈的拒绝和反抗 贾某的个性呢可能是也比较缺的一个人 而且就是说他以前呢就是说通过嫌疑人他们自己讲了说可能这个贾某以前参与过或者是被被骗误过传销 也是对这个东西是很敏感而且是很抗拒的呢 面对不听话的贾某 传销窝点的一伙人就对他进行了长时间的殴打和虐待 而起初以为是车祸造成的胸口骨折 其实也是这几名嫌疑人残忍的殴打所致 让人摁住他的手脚 他脱了鞋子 在双脚在周爱人的胸口上进行跳 跳呢当时这样子因为周爱人本身已经经过一定的折磨以后 人可能是本身力气啊 已经是经历上可能是已经是比较虚弱了呢 他这样一跳以后呢 可能周爱人的他这里胸骨的损伤就损伤进去了 也是造成了后面我们现场发现他这个骨折 当时的贾某已经奄奄一息 但这伙传销人员并没有停手 他们残忍的行为最终导致了贾某的死亡 他头望非常地摁 他挣扎的话也没法挣扎 因为这个对方人多嘛 就这样子弄了好几次 在其中可能是有一次可能最后一次 当时他时间可能过长 这个贾某就是呼吸不上来 这个是这样的原因引起了这个窒息的原因 就死亡了 之后苏某等人便骑车将贾某运到偏僻的公路旁 将被害人和他的随身物品遗弃在了路边草丛里 至于几名嫌疑人交代 其实他们本身也都是受害者 他们当初被骗来时也遭到了殴打 因为受不了这样虐待 最终加入了这一传销组织 经过洗脑后 他们又变本加厉地将自己当初受的罪 报复到新来的人的身上 跟这个我们这个受害人经历的相类似的 无非就是程度轻与重的 不同的这个方式的待遇 之后呢 他们其实也就慢慢慢慢变成 帮助这些违法组织的人 去残害后面的一些被害人了 目前呢 这个案件正在审查起诉当中 传销是场噩梦 害人又害己 由于误入传销而引发的刑案呢 也是有发生 关键的是啊 近些年来一些传销组织 伪装的是更加的隐蔽 手法呢 也在不断的升级 如果不慎被骗入到传销的组织里面 要机智冷静的去应对 一定要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去设法脱离 在掌握该组织从事传销活动的证据之后 应该第一时间向当地的公安机关去举报 好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法治再见